警方朝汽車鍍膜店舉槍 門口男子立馬高舉 雙手趴下警匪片當街上演 焦急大喊的是被害人 父親也是報案人 身旁的兒子不知是否怕再被攻擊 嚇得負傷使命往外爬 因為他的坐大腿重擔 在遭槍擊之前 他一度從汽車鍍膜店內 往外衝出去求救 卻慘遭一群年輕人 拉回去控制行動 鐵捲門還緩緩降下 接著汽車鍍膜店股東連開三槍 深夜傳槍響 附近居民暗夜驚醒 警車停滿接到兩排 出動快打部隊逮捕十一人 但開槍主嫌趁機落跑 警方調查被害人和爸爸 以及朋友四人 平時都會到鍍膜店聊天聚會 有的是內部股東也有朋友關係 卻因為口角糾紛起衝突 被害人22歲槍傷送醫手術開刀後 已經返回病房觀察治療 三天新聞長達至陳一姐 台中報導 汽車鍍膜店深夜連開三槍 好幾名年輕人一哄而散 而槍擊案衝突起因 居然是因為兩名股東相約打麻將 為了找手機充電器 行為被認為不禮貌 先抱口角演變大亂鬥 甚至開槍傷人 短短三天內 台中就發生了兩起槍擊案 也讓市議員痛批治安亮紅燈 根據台中事情大統計 去年台中一共發生十一件槍擊案 今年至今則有三件 而且都發生在街頭鬧區 一月份東區超商槍擊案 嫌犯連開兩槍 死者頭部重彈 七月二十四號 鱸胃灘槍擊案三身槍響 被害人同樣頭部重彈死亡 二十六號再度發生槍擊 釀成一人受傷 市議員控訴市府和警局 還刻意封鎖槍擊案消息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全面封鎖消息 難道你改善治安的方法 就是不讓人民知道 不讓媒體報導 不讓明代來質詢嗎 而視察萬安演習的副市長陳子敬 被問到槍擊案議題 白白手將問題丟給警察局長蔡倉博 來參加這個 其實之前的話沒有 他們已經待不到七月嫌犯 三天兩起當街槍擊案 哀轟黑槍氾濫 甚至算慶濟之都又要回歸 台中市警局對於槍支取得細節 沒多做說明 但宣布開始速槍專案 要求15分局全部動起來 展開高強度零檢 希望別再槍身四起 三天宣將軍用碎利 台中報導